中央氣象署是在23日晚上大概8點左右 8點左右才把台南列入一級警戒區 是最後一個西岸列入一級警戒區的地方 當然它列入一級警戒區之後 我們要審視中央氣象署提出的資料 我們要看我們是不是符合 後來找到法條就是說沿海地區 那這個瞬間的陣風有到十級 所以可以符合停班停課的標準 因此我們當然就是在8點30分開完開會 那之後在8點55分的時候來宣布 我覺得其實這時候都還好 因為沒有在最後一刻 那也沒有做更改裁決 就是說原先說要上班後來又改要停班 或者是說明明已經在五六點 人家就開始出門了 在早上五六點或甚至七八點才能夠 所以我們都很早 有一天大家都還沒休息 我覺得其實這個宣布的時間也還OK